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当天,中共党媒发布一副宣传话,吹捧习近平是伟大剁手等,配图却疑似沉默的泰坦尼克号,引来众网民调侃,称中共政权如同即将沉默的泰坦尼克号邮轮,已经走到尽头。 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20日闭幕,人大会议期间,选举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全票通过连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同一天,中共官方媒体发布一副宣传话,上面有习近平,背景中是一条救世的大船在海上航行,该宣传话上吹捧习近平是人民的领路人,国家的掌舵者。 细心的中国网民发现,该宣传话背景中,那条轮船外形看上去疑似沉默于大西洋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引来网民们一片调侃。 有网民戏称,中共本届两会就应该是中共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宴会吧,尽管光彩夺目,却无法逃过沉默命运。 也有网民调侃,看来网党真是天意不可为,连党媒都站出来暗示,中共如同即将沉默的泰坦尼克号邮轮,走到尽头了。 不过,这一幅看似暗示中共撞上灾难的网络宣传话很快被拿下了。 事实上,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就曾以泰坦尼克号沉船做出警示,提及中共面临垮牌危机。 据港媒报道,习近平曾以泰坦尼克号警示改革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打比方称泰坦尼克号真要沉了,他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 报道称,习近平还曾在中共政治局举行的扩大生活会上,罗列了中共党内存在的六大危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中共体制腐败带来的励志腐败已经无药可依。 习近平更是罕见表态,要勇于面对严峻事实,承认接受党退化便只走上往党回国危机的事实。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提到的泰坦尼克号,如同当今的中共政权,谁也改变不了他轻负灭亡的命运,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还将赔上自己的前程。 自从2002年6月在贵州境内发现2.7亿岁的灭共使,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经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网,到2004年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的三退大潮,截至目前已有3亿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分析认为,这一切不仅昭示了天意,而且凝聚了民心,天灭中共已成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17日连任国家主席后,不少国家发来贺电,甚至包括近年关系趋冷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但最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川普至今却未发贺电。 中共13届全国人大17日召开全体会议,习近平获全票支持连任国家主席。 在此之前,中共人大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国家政府主席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条文, 引来习近平将连任甚至将终身制的猜测和争议。 中央社报道,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中共外交部官网第一时间发布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致电致函, 首先提及的就是金正恩。 在随后中共外交部不断更新的消息中,其他发出祝贺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等国家领导人。 不过,截至发稿为止,中共外交部官网披露的祝贺国家中, 仍未见到最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贺电。 报道称,习近平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赏连任总书记时, 川普曾与习近平通电话表达祝贺。 习近平五年前当选国家主席时,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电话当天就到了, 在对中共骇客威胁美国表达不满后,也表示了祝贺。 川普的贺电和时到,以及是否会发出贺电,颇为外界关注。 川普上任后,朝鲜核危机一直是头号选项。 随着朝鲜核威胁的不断升级, 川普与习近平互动频繁,并敦促北京对朝鲜施压影响力。 川普也多次称赞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但随着朝鲜半岛危机的不断加剧, 中共一直无法采取决断的措施制止朝核危机恶化, 直至近日川普突然破天荒地宣布, 同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直接对话,将中共更是晾在一边。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认为, 中共长期容忍朝鲜的无赖与敲诈, 无非因为朝鲜是中共对抗自由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中共在最危急时刻,转嫁政权危机和视线的工具。 川金会的讯息或意味着中共将逐渐并最终失去对朝鲜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中关系紧张不断升级, 川普日前签署对进口钢率课征重税, 紧口的钢率将分别被课征25%和10%的关税。 今年8月美国将会公布对中国知识产权进行调查的结果, 若调查结果属负面,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温, 美国或会对从大陆进口的电子产品、 信息产品配件等征税。 近日,川普签署了北京最在意的《台湾旅行法》, 这项法案鼓励美台各层级官员互访。 日本媒体认为,中美关系除了可能爆发贸易战外, 现在台湾旅行法即将生效, 有可能打破中美关系平衡。 李克强已连任中共国务院总理。 北京时间19日,国务院新内阁也将产生。 港媒指、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和刘鹤将任副总理, 王毅升任国务委员仍兼外交部长。 美媒消息,央行行长将由副行长义纲接任。 香港《星岛日报》19日报道, 根据李克强提名,新内阁也将产生, 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央行行长、 沈记长、秘书长。 报道称,预料韩正、政治局常委、 孙春兰、原中央统战部长、 胡春华、原广东省委书记、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将担任副总理。 韩正担任常务副总理、孙春兰主管文化教育、 习近平经济智囊、刘鹤可能主管金融。 报道还引述消息称, 外交部长王毅将升任国务委员 并继续兼任外长, 和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一起主导外交事务。 原国务委员杨洁篪不会担任副总理, 而将主导一个中共党内新组建的外事机构。 还有外界消息称, 王岐山将主导外交, 直接对习近平负责。 而江派背景的杨洁篪虽然升任政治局委员, 但夹在强势王岐山和手握持权的王毅之间, 可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星岛日报报道还说, 国务委员人选, 还将包括魏凤和、中央军委委员, 将兼国防部长、公安部长赵克志、 孝杰、现任财政部长、 国务院副秘书长、 廖任国务院秘书长、 王永玉廖连任。 此外,央行行长周小川铁定退休。 此前有消息称, 刘鹤会兼任央行行长。 其他人选还包括银监会主席郭树青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等。 不过, 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日前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习近平选择了拥有美国教育背景, 并且一直推动市场改革的一纲来接涨央行。 《华尔街日报》还说, 周日下午, 中共全国人大审议了对一纲的央行行长提名。 周小川曾掌控央行15年, 替江泽民把持金融后院。 中共金融领域的决策机构, 因此有关行长接替人选传闻纷乱, 也间接证明了该职位的重要性。 不过, 外界消息称, 刘鹤将领导团队主导金融决策, 央行行长权力将被分化, 沦为刘鹤副手。 如果由各路接班人马中相对弱势的一纲出任行长, 或从侧面验证了央行将被削权的传闻。 最新消息称, 3月5日,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情妇, 军中歌手宋祖鹰身穿黑衣现身清华大学。 据称, 他是到新清华学堂观看中国民族歌剧展巡演大型民族歌剧英雄的演出, 与他一同现身的还有曾任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金铁林。 而在1月中旬, 海外媒体传出了宋祖鹰被中纪委和中共军方检察机关双重调查的消息。 随后宋被提出全国政协委员名单。 被关注的是, 宋祖鹰曾经是第九届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第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而且还曾被提名为中共政协秘书长。 今年的两会, 他却成了看客。 外界认为, 宋祖鹰或不单行, 这几不寻常。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尤全, 就政协委员人选的推荐提名情况和建立名单, 传达北京高层的要求, 坚持谁推荐, 谁负责, 所有人选的推荐提名, 由高层组织和法官, 对政治上, 连结上有问题和社会形象不佳等人选, 坚决不做安排。 有分析认为, 中央高层的上述规定, 对江泽民的情妇宋祖鹰等人来说, 似乎是量身打造的, 似乎也是其落选政协委员的原因之一。 此前有海外中文媒体消息称, 宋祖鹰因涉嫌于2002年、2003年和2006年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补经费, 在西域尼、维也纳、华盛顿举办个人演唱会, 自1月13日起, 被中共中纪委、军纪委调查。 消息还透露, 多次为宋祖鹰操盘演唱会的曾庆红包帝曾庆怀, 以及被指为宋祖鹰专用作曲家的徐佩东军被中纪委约谈。 此次被提出政协委员名单, 再加上他被调查的传闻,显得极不寻常。 现年52岁的宋祖鹰, 曾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 接近张扬, 而江泽民与宋祖鹰的言论丑闻也举世皆知。 2012年1月, 前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落马时, 网络上就开始流传, 古俊山在调查期间攻出了几乎所有人, 特别是攻出了江泽民的情妇宋祖鹰。 当时, 网络也曾一度盛传宋祖鹰因为规造调查的消息。 中共十八大后, 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周永康、 薄熙来等人纷纷落马, 而被戏称为政治局常委, 地下组织部长的宋祖鹰也被摆制台前, 不断被中共官媒名批暗访。 2014年3月,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财后被当局调查后, 港媒披露, 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 赞助宋祖鹰在悉尼、 维也纳和美国华盛顿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 同年7月15日, 在有台媒报道宋祖鹰遭调查的消息。 报道还指, 宋祖鹰由于2002年在悉尼, 2003年在维也纳, 2006年在美国华府举办个人音乐会, 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遭调查。 分析人士认为, 宋祖鹰之所以屡屡传出遭调查, 却又平安着陆, 这应该和江泽民的幕后活动分不开, 因为一旦宋祖鹰受查传闻作时, 那就是江泽民大事不妙的一个风向标。 一时间发布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致电致函, 首先提及的就是金正恩。 在随后中共外交部不断更新的消息中, 其他发出祝贺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总统文在寅等国家领导人。 不过,截至发稿为止, 中共外交部官网披露的祝贺国家中, 仍未见到最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贺电。 报道称, 习近平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厂连任总书记时, 川普曾与习近平通电话表达祝贺。 习近平五年前当选国家主席时,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电话当天就到了, 在对中共骇客威胁美国表达不满后, 也表示了祝贺。 川普的贺电何时到, 以及是否会发出贺电, 颇为外界关注, 与大西洋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 引来网民们一片调侃。 有网民戏称, 中共本届两会就应该是 中共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宴会吧, 尽管光彩夺目, 却无法逃过沉默命运。 也有网民调侃, 看来网党真是天意不可为, 连党媒都站出来暗示, 中共如同即将沉默的泰坦尼克号邮轮, 走到尽头了。 不过, 这一幅看似暗示中共撞上灾难的网络宣传话 很快被拿下了。 事实上, 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 就曾以泰坦尼克号沉船做出警示, 提及中共面临垮牌危机。 据港媒报道, 习近平曾以泰坦尼克号警示改革 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他打比方称泰坦尼克号真要沉了, 他就是沉了, 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 绕几个弯又起来了。 暴风出示引发的三退大潮, 截至目前已有三亿民众退出中共党、 团、 对组织。 分析认为, 这一切不仅招失了天意, 而且凝聚了民心, 天灭中共已成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17日连任国家主席后, 不少国家发来贺电, 甚至包括近年关系趋冷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但最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川普至今却未发贺电。 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17日召开全体会议, 习近平获全票支持连任国家主席。 在此之前, 中共人大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 删除国家政府主席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条文, 引来习近平将连任甚至将中深制的猜测和争议。 中央社报道, 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 中共外交部官网第中共养会期间, 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当天, 中共党媒发布一副宣传话, 吹捧习近平是伟大剁手等, 配图却疑似沉默的泰坦尼克号, 引来众网民调侃, 称中共政权如同即将沉默的泰坦尼克号邮轮, 已经走到尽头。 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20日闭幕, 人大会议期间, 选举中国国家主席,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习近平全票通过连任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 同一天, 中共官方媒体发布一副宣传话, 上面有习近平, 背景中是一条旧式的大船在海上航行, 该宣传话上吹捧习近平是人民的领路人, 国家的掌舵者。 细心的中国网民发现, 该宣传话背景中, 那条轮船外形看上去疑似沉默导称, 习近平还曾在中共政治局举行的扩大生活会上, 罗列了中共党内存在的六大危机,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 显示中共体制腐败带来的励志腐败已经无药可依。 习近平更是罕见表达, 要勇于面对严峻事实, 承认接受党退化便只走上往党回国危机的事实。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提到的泰坦尼克号, 如同当今的中共政权, 谁也改变不了他轻负灭亡的命运, 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 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不仅劳而无功, 而且还将赔上自己的前程。 自从2002年6月在贵州境内发现2.7亿岁的灭共时, 500年前崩裂的巨矢断面内经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 中国共产党王, 到2004年九平共产党横。